把握国庆三天廉价获里知名的国际赛车场 特别举办第二届赛道加年华 除了有抽级风车赛挑战赛之外 今年还邀请到了亚洲越野教父陈何黄 负责规划越野王争霸赛 这参赛选手的年龄从4岁到70岁都有 大小朋友们一同骑着越野机车 在这个赛道上尽速奔驰 场面是紧张又刺激 越野车选手全副武装催紧油门 在沙地赛道上尽速奔驰 不管是过弯还是下坡都难不倒他们 而其中年纪最小的选手只有4岁 骑车经验有一年多 但对于首次上赛场 小小选手依然不却场 他是三岁半左右开始练 他练一年半了 体验看看 他也不知道比赛的感觉 注意刹车油门还有离合器 就是比如说你前刹车太多就会 前人缩死然后就摔车啊 或者是油门开太多后人滑掉 然后也会摔车 后里知名国际赛车场趁着国庆三天联假 举办第二届赛道嘉年华 今年邀请到亚洲越野教父陈何黄 负责规划越野王争霸赛 参赛选手年龄从4到70岁都有 希望颠覆民众对于极限运动的印象 鼓励大小朋友一起加入越野行列 越野机车它的这个要求是相当的快速敏捷 尤其你得在前面之一秒决定你要刹车 点刹车或是加油门或是换挡 或是往前移往后拉 再再是决定你所有的这种体势能 所以我们的统合训练最高阶 主办单位也表示 除了首日越野王争霸赛胜达登场外 紧接着10号和11号 将由超级防车赛与挑战赛竭力开跑 也欢迎民众把握难得机会进场欣赏 感受赛车急速奔驰的魅力 记者传播台中采访报导